为了让花莲偏乡的孩童有更稳定的教育环境 林思宏S5基金会特别来到了文兰国小、铜兰国小、铜门国小 赞助下冬季的运动校服 还有铜门国小森巴谷队的传统服饰 希望把满满的爱心走进偏乡部落 为了让花莲偏乡的孩童们有更稳定的教育环境 而这次林思宏城武基金会 在花莲县青年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王省刚主的牵引之下 不仅将圆蒙计划传进花莲偏乡学校 也走进了部落教室 传闻人林思宏与执行长毛若宇 结统基金会同仁们走访了花莲县修令厂南区学校 包含了铜门国小、铜门国小、铜门国小 赞助了中季、夏季运动校服 以及铜门国小森巴谷队的传统服饰 希望能够帮助每一位原住民能够感受到爱的力量 然后可以再把自己的份内的事情做到最好 不管小学的教育其实事实上除了课本之外 还有很多是身体力行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今天有看到的森巴谷队 在文兰国小看到的是幼儿园的表演 或者是在铜兰国小看到有非洲谷 或者是排敌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资源投注在偏乡 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够感受到爱的力量 将来对于他们成长或许就能够有很大的帮助 铜门国小校长黄金松则是感谢城武基金会的用心 除了水源、铜门、铜兰、文兰这四所学校之外 他运用他的关系、人际脉络 将所有资源投注在这四所学校里面 在此同门仅代表南区的四所学校 向林思宏医师的团队致上感谢 而这项目的活动则是由王省钢主和王省燕鲁兄妹共同来建议的 希望透过这次的巡回善心活动 让小朋友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其实我一直觉得说我们要 因为我自己经营合作社嘛 要把这些资源直接跟在地连结 然后也因为妹妹在台北基金会做志工 社工 社工 然后认识了院长 然后院长也有心 他那时候刚好听到在台东 这样子 然后我想说 其实他如果知道我们德陆国的厉害的话 他会更有兴趣 所以我才说一定要面对面 然后会有温度 会有感觉 那我希望 因为其实我一直觉得 然后谢谢我们还不真的要把这个恩 那个恩情啊 给我们的院长 院长 然后他有这个心 然后让他们牵起这个缘分以后 之后呢 他们就可以一直来 对就是因为院长一直都很想要 关心偏乡的国小 所以他也觉得就是 偏乡资源或许没有那么多 但其实他们在做的事情都是很值得被看见跟肯定的 所以他就很想要借有一些机会或者是一些人脉 或者是看找一些连结 然后让他他觉得这份善心跟爱心可以再散播再到偏强 一直从事在部落供应服务的王小刚表示 对的事情就要往前冲 不仅很认同林思宏 陈武艺师慈善基金会的服务理念 也表示将爱的连结引进花莲部落 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这应该是孩子们最棒的圣诞节礼物 接着就像我道